首先呢 我们先擦气缘 电源擦好 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以后呢 它们出现这个电面 这个气缘是0.5兆胎 然后按一下确认键 让它回到车时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车时界面 这个单位呢 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单位的话 你看我按单位 它就是千帕 公斤每平方厘米 磅每平方英寸都可以进行转换的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用公斤每平方厘米 或者是千帕 就是千帕 OK 然后回到车时界面 那我现在测试的时候呢 首先把这个我们说测试的样子 放在这个位置 按一下测试 现在开始测试 打爆以后 机器自动回位 打爆以后自动回位 那我们测第二次 直接按测试就可以了 打爆以后自动回位 那我按一到第二次 你需要做多少次都可以 这个最多储存十次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需要打印的话呢 你看 我把这个这样的打印 这两次的数据呢 都会有存在的 这是打印出来的一些数据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些数据全部散掉 你看 我先点单图 这里是可以点序号 第二个 把它删除 它就删除2 -01 它就删除01 如果说你写00 就全部删除了 OK 这里面的数据 你看 我查看 全部都是0了 总共那个差是10组 好 现在回到测试界面 现在就是测试界面 可以重新进行下一组测试 就OK了 进行 适用 一分钟 说明 这不准来 是